各位粉丝 大家好 我是陈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十四个星期六的欢迎新闻 欢迎新闻 欢迎新闻第一个欢迎是欢迎计划 十四个这天正是在当日市订阅各社 可用欢迎悠悠卡电池进行 就在这张卡片 能够提出生来记录上下口的争控 还能够用在的换卫期 买门过去才是点心 竟然能够去特殊官来接受非常多关锋便利 和中间能够通过的忙碌 和好好保持联络 讲述到今晚的瓦档中口 好 悠悠卡在那里是不是 抗官拿来回收系统 但当时会有回馈金 站在美悠悠卡 现在为丁塞国室开始起欢 参加欢迎新闻进行进入 对于好风环境 通过老师和学生的 人们在订阅好风电池进行 都可以做这么做的事情 青春还可以记录上下口时间 闭一下 我们报酬护理校的实行 就会进入在课堂的收集当中 课堂堂可以立即掌握 学生报酬护理校的实行 来到博士官买借借用卡皮买通 表现好的孩子收到种类点索 还可以变成是价值金 缺到卡皮里面 想要人家饮料 吃点心 甚至不记得找文池 同样拿到这条卡皮 都可以完成 透过电子票证 让我们从小就与 无限进多元支付大环境接轨 来缩短城乡资讯科技的应用过差 希望未来能够融入更多的 数位的一些科技 让校园的学习 孩子的身心健康也都能同步的提升 未来结合校长的各种的教育理念 包含说学生的健康运动各方面 让我们园林的孩子可以赢在这个起发点 除了当初期已经有这么多 好好有这种电子进行 现在园林官也对着时代交流 准备好种地区科技 应尽到各个校园 我们现在就是缩短城乡杀具 那从一个资源不足的县市 一个比较农业大线的一个县市 那我相信我们从小开始培养其后 我们孩子的未来绝对是可以非常利用 这个行动支付或是一卡通 可以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使用 各种的状况都可以及时 立即马上的知道 我想这个就是科技的便利性 很有智慧的校长来领导 我们校长会来业余协助 我们这些的功能 伴侣着权益支持 电子票前用立行和消费 大家都已经吃惯了 现在好好用来推动地区应用 那方便利益 过得七个孩子的创心创造能力 今天是期待进步的第一帅 基地单位从不到